巫二大戰持續延燒 但有民眾說他最近收到了簡訊 上頭寫你已經通過了 烏克蘭傭兵選拔 讓他相當困惑 到底是什麼意思 烏克蘭俄羅斯打仗 我國也要出兵嗎 簡訊上表明要民眾 攜帶身份證和護照 在指定日期跟時間 前往桃園機場搭乘MU5764航班 甚至會幫忙配送好槍枝 收到簡訊的是名女網友 讓他直呼自己連槍都不會握 就是有人想知道 為什麼會有人相信 這個簡訊是真的 因為應該不會有人相信吧 就是特別是 如果又是簡體字的簡訊 很明顯就詐騙啊 怎麼想都不切實際 你飛過去就應該被打下來了吧 就連小朋友火眼金金一看 也覺得哪裡怪怪 怎麼可能啦 你覺得怎麼樣 你竟然騙個資吧 不過打仗也 不過為國家奮戰 應該也是好事 我覺得 但類似簡訊還不止一種 由大學生收到來自學校的簡訊 這回是通過解放烏克蘭選拔 先到體育館裡 是否屬實 只是搭配世界大事來招搖撞騙 民眾得睜大雙眼小心求證 要捐款也得看清楚有沒有相關公文 別讓本來想做愛心的錢一去不回 TVBS新聞交換文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